当年玉女接班人,吴奇龙,金城武因她闹翻。为爱退出演艺圈,老公欠债抛弃她落跑。等八年如今43岁近照曝光。 前有李若彤对富商男友十几年不离不弃,后有周慧敏、杨采妮。 一个对倪震死心塌地,一个二十三年如一日的爱主圈外男友邱韶志。 说来港台那些玉女掌门人真正都是人间少见的痴情人。 而相比李若彤痴心一片却被辜负,杨采妮可能更幸运一点,至少她求得了一个圆满。 与大多数因家境贫寒,被逼无奈出道的影星不同,杨采妮出身富贵,生来就极万千宠爱于一身。 后来走在大街上被星探发掘,便迈入了娱乐圈。 出道之后,她因搭档郭富城拍广告一页成名。 后来她还搭档郭富城,刘德华拍过不少广告和MV。 那年不过18岁的杨采妮,笑容甜蜜,随便淡扫一下额眉,就有藏不住的倾心滋味。 也因此她一出道就被当作青春反张曼玉,还被视为周慧敏接班人。 1992年她签约EMI发行第一张唱片并拿下新人奖。 第二年,便与诸多当红明星出演了王家卫执导的东斜西毒,第一场戏便是与张国荣演对手戏。 第三年,她便搭档当年的当红炸子鸡吴奇龙,主演徐克执导的电影梁祝。 那时候的杨采妮无疑是上天的宠儿,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光芒万丈的氧气女神。 但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,杨采妮却为爱吸引了。 那些年语杨采妮传过绯闻的南京有两个,吴奇龙和金城武。 他与吴奇龙和金城武独是因拍电影结识的。 但当时的吃瓜群众却普遍看好杨采妮和金城武,毕竟这两站在一起实在是太登对了。 后来坊间还盛传,吴奇龙与金城武为杨采妮反目,而金城武亦是受尽情商,才不得不远走日本。 不过,杨采妮为之吸引的对象不是吴奇龙,也不是金城武,而是邱韶智。 邱韶智是一个经商的圈外人,两人相识于1994年。 当时杨采妮一直觉得娱乐圈不过市场青春期邂逅,于是在与秋韶智感情稳定之后。 他用一句我等今天等了好久,告别了娱乐圈,与男友共同创业去了。 但几年光景,他和男友伴的形象公司,娱乐公司皆惨败,秋韶智债台高筑,众叛亲离,只有杨采妮不离不弃,被迫扑水补深坑。 2002年债主邻门,秋韶智不知踪影,让杨采妮独自面对。 大家都叫他看清楚这个男人,但他很固执,那个人都失踪了,他还不承认有问题。 这段期间有过不少公司,富商力追,可惜他一直没有忘记秋先生。 8年后,在这场恋爱中闹得人才两师的杨采妮,竟再次重遇秋韶智。 当然更令吃瓜群众大叠眼镜的是,杨采妮又跟秋韶智复合了。 并且还于2013年结了婚,铁了心跟秋韶智到底。 当然这种结果其实也是可以预见的。 毕竟与秋韶智分手后的那八年,杨采妮再没有传出过任何绯闻,她在等谁,显而易见。 他们婚后也是真幸福,杨采妮和秋韶智在一起时,连眉梢眼角都流淌住爱意。 她那眉眼弯弯的样子,好似她还是当年那青春逼人的一代玉女。 今年4月杨采妮生了对双胞胎儿子,在43岁高龄当上了妈妈。 而秋韶智也屡次在公开场合表示,杨采妮是她的天使。 孙艳智,左,怀抱杨采妮,右,的双胞胎儿子。孙艳智微博。 是啊,杨采妮这样的女子大抵是天使吧。 她是如此勇敢,即便是有著那么惨淡的过往,但依然能不计前嫌与秋韶智重归于好。 她也是如此痴情,一旦爱上一个人,便是一辈子,不得不说,上一代玉女,真正是专一到世间少见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